我妈包了饺子让我送过来给您尝尝 春芳 快吃趁热着呢 几年没见长成大姑娘了 饺子 坐 你坐 好吃吗 好吃 春芳 有对象吗 没有呢 别着急 等哥在城里给你介绍一个好的 高波哥 我打小就特崇拜你 你崇拜我啥 你是我们村唯一出来的大学生 而且你还在城里工作 而且你还是医生 多光荣啊 这没什么 春芳真是越长越漂亮了 净水出风了 你说什么 我不太抖 手怎么这么凉啊 你是不是冷啊 没事 不行 不行 咱进屋聊吧 我不去了 我妈还在家等我呢 没事 咱就聊一会儿 走吧 你呢 我还是不去了 我妈在家等我呢 爸 哥 我给你讲一些 那个 尝你的新鲜事 我真不去了 我妈在家呢 来 来 走 走 走 来 这边 这边 春芳 你喜欢哥哥 哥 你别这样 哥 高伯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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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我 春芳 高伯哥 你等等 什么事啊 你你你你 放开放开 高伯哥 我已经是你的人了 你带给我个日子呀 什么日子呀 娶我的日子 我什么时候说娶你了 我已经是你的人了 要是你不娶我 被我妈知道了 他非打死我不可 你别着急 你听我说 我跟城医的老婆 已经过不下去了 只要我离了婚 我肯定回来娶你 多久 半年 半年不行 那就三个月 三个月也不行 两个月 都去再还价了 就这么定了 胡说呢 那你说话算数 好 你真想好了 我跟你说 咱们要是离了婚 我们男人好着 可你们女人就不一样了 我想好了 走 你怎么了 没事 走吧 你怀孕了 没有 你骗我 我是女人 怀不怀孕我自己知道 说没有就是没有 可我是医生 我看得出来 今天这婚不离了 走咱们回去 你今天说话 怎么从来都不算数啊 可是你怀了我的孩子 你说我能离婚吗 小伟 今天你就是说下天来 我都不跟你离婚了 走咱们回去 我不回去 反正我不离婚 你去哪儿啊 你回来 再一次 快 idea browser 愿 埃兰 bug 惠兰呐 你说这怪不怪 你这都多长时间了 你这还怀不上 这他俩人是不是有问题啊 俩人都健健康康的 没有什么问题 我说也是 这都怨保诸那丫头啊 你说没事找事 弄什么假怀孕呢 现在真想要了怀不上了吧 你说这疯丫头你真是 可别这么说牛姐 你说这真是怀不上 可怎么办 这都急死人了这都 要不找个偏方 吃几副中药 吃中药 那不等于是有病啊 调剂一下嘛 也没什么坏处 那你认识人呢 我知道一个老中医 我去看过病 知道他在这方面在行 那 那 那你赶紧去吧 这天天吃药 保诸他愿意吗 愿意愿意愿意呀 那丫头比我还急呢 行 我怎么这么无能啊 肉 傻大妞便临待遇了 说你们一个个的结了婚就生孩子了 我这只不要年年作废 都现在都还不上 这事急不得 你别紧张啊 我问你 你说是不是男人都特想要孩子呀 徐东说过 别人有的 他都想要 我还能 那志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呀 张金 张金 你们家徐东来电话了 说您就又流鼻血了 又流鼻血了 这孩子呀 他只要一流鼻血我就害怕了 别着急啊 去看看再说 那个 帮我跟主任他说一声 我先走了啊 行 慢点啊 别着急 小薇 你还是去做个检查吧 不用检查 我没怀孕 肯定怀了 我敢保证 你到底离不离啊 你要是不去法院 我就申请缺席审判 妈 你看 你说我等这么多年 不就想要这个孩子吗 妈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我不应该那么对小薇 可是 你说我跟小薇闹这么多年 都是因为孩子 那如今好不容有了孩子 那我肯定会对小薇好的 妈 你就劝劝她 把孩子留下吧 等检查完了再说吧 都歇会儿吧 喝口水 好嘞 小刘 她下来 好 那 姐 你看看 怎么样 满意吗 不满意还能怎么样 反攻啊 当然在反攻啊 逗你呢 满意 满意得很 志强我真没想到 你这手艺还真不错 你看看这活干的 真棒 我知道 你当初就是为了帮我 当初还真有这么点意思 不过这点意思啊 等活干到现在 早就烟飞云散了 姐这个餐厅让你这么一桩修 真是上了个把刺 回头把你们的老板叫过来 让她也看看 谁是老板啊 我是老板 她给我那钱我就当她借我的 等姐赚了钱 一分钱都不少的还给她 嗯 有志气 哎 志强 宝珠还没怀上呢 这事都要跟你说啊 那当然 我们俩现在是姐妹 一会儿哥们一会儿姐妹的 我都弄糊涂了让你 好了好了好了 你快忙去吧 行 干活了 好嘞 毫无疑问小薇 这次你是真的怀上了 你打算怎么办 我要把孩子打掉 打掉 我不想为她生孩子 我要跟她离婚 小薇 这可是大事啊 你得考虑清楚 就是 你说这没孩子的时候吧 两个人怎样都好说 离就离了 可现在这个孩子来了 咱们不能这么狠心吧 你告诉妈妈 你真的心里是这么想吗 高波那天来 他知道这个情况以后 跪在那儿就哭了 我看他这次 是真心想要这个孩子的 妈 怎么又想着他说话了 不是啊 你想想 这些年 你们所有的矛盾 不都是因为孩子而起吗 他们高家咬抱孙子 你不肯生 所以弄到最后 越来越强 妈 小薇 哥回来了 刚才高峰去找我了 这么听过啊 他找你干吗 他找你干吗 接小薇回去 我不回去 回去干什么 就在这儿养着 爸 你也知道高波的性格 现在小薇怀孕了 他更不会把羞 他跟我说啊 说接小薇回去 保证一定会好好伺候 我不可能再相信他了 这说不定 有了小孩以后啊 他就变好了 你们就别再逼他了 这事让他自己定嘛 我不回去 怎么了 累了 哎呀 累死我了 躺会儿 着急啊 搞这么累 好啊 这说好的两个月的工期 眼瞅就到了 还好 明天就可以交活了 来 起路工业呢 嗯 嗯 哎呀 哎呀 煮什么急 慢慢干呗 哎呀 这 这不都为了挣钱吗 那是啥呀 姜汤 我喝点 哎 别喝 它是避孕药 什么 避孕药 什么屁药啊 吓得我都不会说话了 那是帮着怀孕的药 谁弄的 嫂子 跑了十几里地呢 找个老中医给开的 臭啊 用得着吗 我还觉得多余 不是 我不是说嫂子啊 嫂子是好心我知道 背后煽风点火的 不用猜我就知道是我妈的 行了 行了 您别动了 行了 行了 您别动了 行了 行了 您别动了 您说咱俩好好的 用得着喝它吗 你不着急嘛 着急也不能乱投医啊 你别说 我还真有点急了 看出来了 总怀不上也是个事 你说咱俩笨笨啊 谁笨啊 你才笨呢